大家好,我是Tom,回到玩進擊的巨人Tetus 今次會有一個新的活動 急襲海巨人乘女巨人 在12月28日至1月11日的活動 打完指令的關卡,會獲得經驗結晶中、大和五星角色 彩色覺醒石和水晶 在打關卡之前,可以看看指令 有些是討伐海巨人、女巨人的數量 以及有些特別的活動任務 做齊了,都會有彩色覺醒石 還有另外,會用進擊型的角色 突擊型的角色,以及迎擊型的角色 去打海巨人的討伐 有另外的太陽勳章可以獲得 拿太陽勳章可以交換的角色 包括幾位五星角色 以及三星、兩星、一星的角色 還有兵器 另外,可以換覺醒石大 是倉窮屬性 需要三百個太陽勳章 我們今次打這個關卡有十五關 我們打第七關 熟練度有二十七 回合一個回合 有利屬性是倉窮屬性 可以打女巨人和許巨人 同時間都要打完兩隻 砌隊方面 可以用隊長技 倉窮屬性的攻擊力 提升 對上的活動有佩托拉 都是倉窮屬性 如果有練的話都可以放他出來 還有海巨人 上次打過的 可以用斬腳的角色 而女巨人就用這個 近接的拘束兵器 鎖定他 隊友 看你喜歡怎樣打 可以加體力 或者訓練兵團的攻擊力上升 或者調查兵團的體力都可以 看看你隊長有什麼角色為主 首先是女巨人 先打到女巨人 他會不斷騷擾你 不斷出拳、出腳 打到你的角色會殘血 但打同時 他之後就會出海巨人出來 一起打兩隻 如果你打不到女巨人的話 他有時候會去到某段時間 就會召喚一些小巨人出來 騷擾你 最終目標是打海巨人 當他儲力的時候 我們要用斬腳的角色 令到他跪低 女巨人又會走過來 騷擾你 很煩 現在這個時候 海巨人就會跳走 你無法再攻擊他 這個時候 他會繞回一圈 海巨人又會再出來 那時候 你準備又要斬腳 好,他又叫 先斬過去 OK 今天打完了 好,今天打完 三分鐘之內 就可以獲得三星 五星 有五星確定的Pool 基本上他會送一個 李維生日 有個五星券 另外還可以課金買多三批 五星券回來 要在1月19日之前 就要用了 另外下面那個 上次說過 都是做 每日任務 都會拿回一些券 你可以儲完十張券 一次抽就行 否則 就要逐一單抽 我們先抽五星券 誒 調查兵團 佩托拉 五星 黃金屬性 立喇叭 紅蓮屬性 白銀屬性 現在新的團長 漢吉 第四章 看看會出哪個 好 李維 這隻就是 倉窮屬性 上次我以前抽中 又可以做限界突破 今集玩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